一只手在宫外的婆子见慕云摇红着眼眶出来 立马将这个好消息回禀给了大夫人 大夫人冷笑一声扬起了唇角 真以为在静明城折腾出一点名声 就可以让人高看一眼了 就是闹来闹去不过是一场笑话罢了 还真以为她有什么能难呢 苏羽怡坐在一侧眼中闪过一抹畅快 只是两人面上的笑意还没有消散 下人便将皇上赐下赏赐的事情禀报了上来 大夫人骤然愣在原地 手指紧紧地捏住团扇 好一会才僵硬地松开 大夫人缓缓起身重新戴上了笑脸 走咱们也去恭贺一下你云瑶表妹 母亲苏羽怡心中不甘 那不过是个有几分名声的乡野丫头 凭什么就能得到皇上的赏赐 大夫人穆涵告诫地看了一眼苏羽怡 你表妹得了赏赐我们就该高兴 所以要笑得开心明白吗 苏羽怡咬了咬嘴唇 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母亲 穆家女穆云瑶心思纯善并得柔佳 特赏欲如意一对自锦断食品 赏赐的东西足足念了一刻钟 这才结束 穆云瑶跪地双手将圣子接过 捧于头顶之上 明明穆云瑶谢皇上圣恩 带宣旨的公公离开 苏文远这才看向穆云瑶 这几日朝中事务繁忙 竟然没有来得及见云瑶外甥女 是我这个当舅舅的不是 今日你得了皇上的赏赐 不如在府中摆上几桌热闹热闹 也当是欢迎你和你母亲回归家族 大夫人上前说道 早先想着为苏青妹妹和云瑶举办宴会 可又考虑到他们远途归来必定十分劳累 所以便没有着急张罗 我拟一些宾客的名单 等着和苏青妹妹商议过后 便写了帖子送出去 苏文远点点头 你做事力来周全 看着安排便好 云瑶来到府中可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 穆云瑶面上带着笑意 将手中的圣旨交给一次的锦兰 翠生回应道 京都之中到底是不一样 来到这里虽然才短短三日 但却长了不少见识 大夫人笑意有些僵硬 她自然能够听出来 穆云瑶这话暗含的嘲讽之意 她总觉得穆云瑶脸上的笑意虽然灿烂 但是却毫无温度 让人看得没来由的不舒服 就在这时有下人来禀报 太长四亲孟大人 带着孟小姐前来请见表小姐 苏文远文言一愣来找云瑶马 大夫人心中骤然一沉 兄长带着燕然来的这般匆忙 难道还有其他什么事情是她不清楚的 而夫人本来想走 听到了这个消息骤然停下脚步 饶有兴趣的站在一次观看 看大夫人的脸色便知道 她这个跟头栽的不小 孟宇带着孟燕然走进来 看到这么多人都在 脸色有一瞬间变得极为难看 勉强带上笑意 和苏文远等人互相见礼 而后回头看向面色发白的孟燕然 立合一声 都是你做的好事 还不快向穆小姐道歉赔礼 孟燕然抬起头来 目光看向穆云瑶 眼底的恨意滚滚翻腾 宛若能够凝结成实质 见孟燕然不作声 孟宇再次训斥出声 愣着做什么 没听到父亲的话吗 孟燕然一步步地走到穆云瑶面前 声音冷得仿佛能结成兵 云瑶表妹 那天的事情是我不对 还请你原谅我 穆云瑶唇边带着一丝简笑 端起茶盏悠悠道 孟小姐说的是什么事 我怎么不明白 孟燕然恨不得要碎一口银牙 却不能发作 那日我不该诬陷你 更不该把气撒在你的身上 她每说一个字 就感觉仿佛有钢针 从自己的喉咙划过 气得她恨不得呕出血来 孟云瑶依旧平静地望着孟燕然 莫不作声 孟宇本以为让孟燕然服个软 认个错 孟云瑶便会欣然接过此事 谁能想到她根本不给人台阶下 孟宇心中恼怒 却也不敢发火 再次大喝一声 燕然 孟燕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手指深深掐入掌心 云瑶表妹 我知道那一日做的事确实过分 我今日前来 是想向你跪地侦查认错 最后几个子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 大厅里安静了许久 安静到孟燕然胸腔中的恨意 满得几乎要溢出来时 孟云瑶终于有了动作 只见她缓缓地上前一步 在孟燕然身前站定 就在众人以为她要将人服起来的时候